今年各家的旗舰手机平台我们都测过一遍了 但还剩下一家非常重磅的我们还没聊到 当然就是华为了 前一段时间华为也总算是拿出了大家期待已久的 最新一代旗舰机Mate 70系列 其中Mate 70 Pro和Mate 70 Pro Plus 都搭载了一颗全新的处理器 麒麟 9020 大家肯定还记得 去年的Mate 60带来的是华为首颗自研CPU内核架构的麒麟9000S 当时突然听到有这么个产品存在时的震撼感 还历历赛目呢 而半年后的PUR70系列搭载的是半代更新的麒麟9010 引入了超大核改善了单核的表现 而今天又时隔半年 Mate 70 Pro上的麒麟9020到底是个啥呢? 我告诉你 华为这次借着鸿蒙NEXT登场的机会 给这颗一起上任的9020也带来了相当多的改进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分析一下吧 作为NEXT时代的第一台华为旗舰机 Mate 70系列倒是没有操之过激 目前出厂预制的系统依然是鸿蒙4.3 这就给了我们最后的机会测试各种处理器层面的细节了 毕竟NEXT上要做这种深度的性能分析 对我们来说就没那么容易了 如果你想体验NEXT系统也很简单 在我的华为App里选择升级长线报名体验 很快就会收到NEXT的OTA推送了 这期节目的重点还是放在麒麟9020的硬件设计 还有Mate 70 Pro Plus的能效表现这些方面 主要还是在鸿蒙4.3下进行测试 但是我们后面也会来看一下NEXT目前的情况 之后同样也会有NEXT专题的节目来单独聊一聊新系统 好了 进入正题吧 这次的G109020到底改进了什么东西呢? 首先它的CPU部分最大的一个改动 就是引入了全新的自研小核 终于是完全摆脱了ARM公版IP设计 这样一来 从超大核到大核再到小核 华为总算集起了三种规模完全不同的自研CPU内核了 那我们先深入挖掘一下小核来看看好了 以往ARM的A5XX的小核 其实有一个被诟病多年的设计 就是顺序执行 什么是顺序执行呢? 假设现在CPU执行多个操作 这里的一操作需要跑整数单元 二操作需要跑浮点单元 那么对于顺序执行的CPU来说 这些操作的执行顺序就是固定的 必须先跑一 再跑二 再跑三 如果这时候后端的整数单元空不出来 一就进不去后端 而二就必须等着一 二就很着急 明明你旁边的辅典单元是空着的 但一不走 二也就能干等着了 这个效率对于我们强大的现代CPU来说就有点太低了 你要知道 现代CPU是具有超标量特性 高并行度的设计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执行单元 如果你很死板地按顺序执行的话 很多单元就会被闲置 因此在90年代为了提高效率 我们就设计出了乱序执行处理器 在前后端之间多了一部重排序 既然辅典单元是空着的 那么需要做辅典计算的二操作 它就可以插队排到一前面来执行 这样后端的各个执行单元 就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起来了 避免处理器摸鱼 但是乱序执行处理器 由于要增加不少单元同时工作 所以它的复杂性和功耗 也会比顺序执行来得更高 这也是为什么像A510这种内核 它一直都是选择顺序执行 毕竟手机和PC的场景 其实从全行业的角度来看 都算是高性能的了 很多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 大小电子产品 冰箱彩电洗衣机 手表手环无人机 还有各种工业产品 IoT产品 它们根本不需要多少CPU性能 绝对的低功耗和低成本 才是它们对芯片的诉求 ARM还是没办法放弃这块市场的 所以A5XX的小核 才一直很难有性能上的提升 当然绝对功耗虽然不高 但它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高通联发科自然是用不下去 决定放弃ARM小核了 它们提出的方案就是直接消灭小核 拿大核来替代小核的生态位 它们觉得全大核的能效是更好的 可是华为这次却走了另一条路 既然ARM的小核烂 那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小核不就行了吗? 麒麟9020就是这个思路的产物 这颗全新的自然小核 和A510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 它是一颗乱序执行的小核 所以它从根本上就比A510这种 甚序执行处理器的性能上限高得多 具体到核心架构上 华为这颗全新小核前端拥有两宽的解码单元 而在后端的执行单元则是有两组整数加一组浮点的设计 显然这是一颗规模非常精简的乱序执行小核 但有意思的是这么小的一个核心 我们居然也测出了241的ROB对列深度 那么华为这颗新的自然小核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拿出行业标准SPEC 2017来测试一下看看 这颗小核跟上一代用的A510比起来确实是要更强一些 作为一个只有1.6GHz的小核 它在CLAM编译器下能跑出1.13分的整数和1.37分的浮点 它这个整数要比上一代的A510强了38% 而浮点是强了47% 这个差不多是接近2GHz的A510水平吧 功耗上的话 小核用主板功耗来测是很难测准确的 而我们又没有芯片级的接口能测 所以也就仅供参考吧 总体来看 华为的这颗小核确实还是真小核 哪怕性能比A510更强 它依然还是A510的直接期待品 并不是像苹果、高通、联发科那种拿大核下放当小核的方案 为什么华为不像业界的其他人那样做全大核的方案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华为并不只做手机芯片 它们还有很多IoT的产品 包括手表、耳机、眼镜等等可穿戴的产品线 这些产品里的芯片迟早也要用上自研AP 如果都用大核的话就会非常占面积 绝对功耗也会比较高 所以设计一个真小核 既能用在手机里 也能用在IoT和可穿戴的设备里 商业逻辑上确实是更合理的 相比全新的小核 9020的超大核和大核的架构变化就算是比较小的了 但也不是完全和9010一样的 它们在延续了9010基本设计的同时 在一些细节上也做了优化 9020的超大核继承了上一代的8宽解码 加6组整数、4组浮点的直径单元 但是相比9010增加了仿存的调度器深度 应该可以提升一些仿存性能 我们曾经说过 这颗超大核规模上是接近以前的Cortex X系列 最重要的是9020的超大核把频率最高提到了2.5GHz 大概也是工艺上有所改进了 这可以给单核性能带来一些提升 我们跑了一下超大核的spec能效 果不其然9020的超大核整数和浮点的峰值性能 相比9010的提升已经超过两位数了 相比9000s更是有30%的提升 还是蛮显著的 虽然更高的频率也会带来更高的功耗 但是从能效曲线来看 尤其是结合低频来看 9020的超大核能效确实是有些进步的 并不是单纯的超频 可能也有工艺上的改进 现在这颗超大核的能效会比8进1的X2强一点 但是离8PLUS的X2还有不小的差距 再来看看大核 9020的大核也是延续了前代的6宽解码器 加6组整数、2组浮点的设计 但是相比9010的大核是加大了浮点调度器的深度 并且还大幅增加了ROB的队列深度 这个大核的改进要明显的比刚刚的超大核更多一些 从SPEC 2017来看 这个大核是有一定的性能提升的 并且峰值功耗还低了不少 能效进步还是蛮明显的 除了核心之外 9020的L3缓存也加大了一些 从上一代的8兆增加到了10兆 SLC也从4兆大幅增加到8兆 算是给得很慷慨的了 另外CPU大中小核与缓存之间的互联架构 也做了重新设计来改善体验 超大核略有改进 大核和小核都有显著的进步 并且似乎有工艺上的迭代 这个CPU的表现还是有点看透的 不如我们现在就拉出Geekbench 6 赛博都屈屈一下吧 GP6的单核性9020可以跑上1600多分 相比9010的单核提升了11% 单核的峰值性介于888和8进1之间 而多核能效上 从9000S再到9010再到9020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是稳步在提升的 按照一年的迭代周期来说 从9000S到9020的进步幅度还是不小的 9000S差不多只有888的能效 而9020多核已经达到麒麟9000的能效 往高频走的话 其实已经可以接近8PLUS的能效了 甚至于峰值性能上已经超过8PLUS了 它GPU的多核是能跑到5300分以上的 虽然峰值点的功耗也会比较高 总体上CPU一年来的能效提升还是挺大的 当然和大多数最新的旗舰平台依然有较大的差距 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是有数的 那我为什么要说大多数呢? 因为当代旗舰平台里确实有一款是连9020都没打过的 那就是谷歌在最新款Pixel 9中使用的Tensor G4 你知道吗? 它的CPU能效甚至还不如9020 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呢? 看完了CPU 我们再来说一说GPU 在年初的9010上GPU是完全没升级的 直接沿用了马良910 但这次的9020总算是更新了马良920的新款GPU 从规格上看依然是4CU 1024组ALU的设计 峰值频率提到了840M 乍一看好像只是超频而已 然而我们实际测了一下GPU 马良920的性能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GFXBench的阿斯特克峰值性能提升了超过25% 能效上总算干过了麒麟9000 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跟今年的ARM一样 在GPU的驱动层面 尤其是像剃除等方面做了优化的 不过GPU作为高通的优势项目 9020和8Plus的差距就比较大了 比起CPU来说也算是一个劣势项 比较有趣的是 马良920似乎在Vulkan的特性支持上 相比上一代也有了进步 至少这一代已经可以跑3DMark最新的 Steel Nomad Lite的PC级别测试了 不至于像马良910那样完全不支持 SNL的成绩跑下来551分5.4W 能效要略微的强于爸爸 除了CPU和GPU之外 麒麟9020这次据我们所知 还配备了全新的达芬奇5.0的NPU和麒麟ISP8.0 以及新的MODEM 基本上SoC里的重大IP都做了一遍升级 可以说麒麟9020才是9000S的完整续作 是华为真正的下一代平台了 各种能效数据看完 我觉得你应该对麒麟9020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了 不知道这一代的进步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 我觉得吧 每一代的华为旗舰机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 还不是芯片本体 而是它们软硬件的连条能力 Mate60系列还有Pura70系列 都能做到和有限的芯片能效完全不符的续航表现 那我手上的这台Mate70 Pro Plus又如何呢? 我们用5G循环机械臂测到死流程跑了一下 结果差点没把我看傻了 Mate70 Pro Plus在电池容量5700mAh 加上芯片能效也不算很强的情况下 居然能做到11小时55分钟的超长续航啊 比起Pura70 Ultra又长出了1小时40分钟 这甚至已经赶上了很多大电池的8Elite机型了 你要知道我测的这台Mate70 Pro Plus 它甚至都不是媒体机 而是我4号在线下自购的零售机 这个续航表现真的完全没想到 感觉确实如很多同学预料的 不玩游戏的情况下 Mate系列的实际体验 会比芯片能效所体现出来的要好不少 不过也有些同学关心 新的NEXT系统下 续航表现会不会跟鸿蒙的4.3不一样呢? NEXT上的软件能效优化会更好吗? 我们也做了一下测试 由于原神还没有登陆NEXT 我们就专门把两边的续航游戏环节 都换成了中画质的幻塔来对比 看起来目前NEXT下的续航 综合来说基本上和鸿蒙4.3差不太多 长个几分钟你可以认为误差范围 现在这个阶段测下来 有些软件在NEXT上的功耗 反而是比它在4.3版本上来得更高的 但是也有优化好多软件 比如换塔 它在NEXT版本上的功耗 就要比它的4.3版本来得更低 考虑到NEXT目前还在不断优化能效 软件的开发者们也都在不断打磨 我相信过个一段时间再来测 续航可能还会来得更长 好了 我们是时候进入很多观众关心的游戏环节了 对于前几代的华为旗舰来说 游戏性能算是它的软肋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报太高的预期 但是测完Mate 70 Pro Plus的游戏性能之后 我发现它还是带来了相当大的惊喜了 我们来看一下原神 大家都关闭补针 都跑极高精度的虚弥城 实际800多P的分辨率下 从Mate 60 Pro到Pura 70 Ultra 再到Mate 70 Pro Plus 帧数是一路从30帧涨到40帧 再涨到这一代50帧以上 同样6W的整机释放 性能可谓节节攀升一直在进步 甚至Mate 70 Pro Plus 在前14分钟已经可以做到60帧满帧的原神了 只是这一段整机功耗会达到7W 确实不太可持续 所以会开始间歇性的降频 调到30帧运行一段时间 等温度下来之后再跑回60帧 我觉得它的策略还有优化的空间 对于玩家来说锁30帧感知有点太强了 并且从温度上看 直接跑回60帧又有点太激进了 最高温度接近48度了 感觉也许可以试试采用缓降的策略 温身和观感上都会好很多 但不管怎么说 麒麟9020的游戏能效还是蛮让我意外的 它在原神里的表现其实已经接近一些8进2机型了 那再多测几个游戏看看 像明朝的话 Mate 60 Pro和Pure 70 Ultra都是只能跑30多帧 而Mate 70 Pro Plus是能跑到40帧以上的 能效上甚至能打平8进2的机型了 明朝对于Mate 70 Pro Plus来说性能是够到60帧的 只是过热之后会锁在40帧并且不会恢复 所以温身反而要远远好于上两代机器 限制一下帧率 发热果然好很多 奔铁目前还存在补针关不掉的bug 测不出准确数据 所以我们最后就来看一下王者荣耀好了 这个算是麒麟的传统强项了 60帧极致2.6W整机功耗 120帧高清3.7W 它这个能效确实也要比芯片本身的能效体现的更加给力 当然咱们现实一点讲 这个游戏表现肯定和最新的苹果高通联发科的旗舰比不了 但咱们也没指望它能比得过嘛 游戏本来就是麒麟的最短版 一年的时间能有这样的进步 看得出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接下来就要继续努力争取在重载游戏上缩短差距 单从麒麟9020的性能、能效方面来讲 大家对于这次Mate 70 Pro Plus的升级满不满意呢? 其实买华为旗舰之前来看我们分析的同学 我相信大多数人对它这个芯片都是有合理预期的 大家都知道它有代差 只是想知道它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个差距 单看芯片能效的话 9020和现在最顶级的旗舰大概是这么一个差距 游戏的差距会比跑分测出来的还更小一点 而续航上凭借非常牛逼的优化甚至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 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好于我们的预期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麒麟9020这一代是华为首次做到SoC内的主要IP全自研 这个也算是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颗芯片了 而在这个时候 华为又在软件层面准备上码自研的HomonX系统 告别安卓体系 这两者结合起来看 你就可以看出它们的野心了 Mate 70 Pro这一代 其实就成了华为软硬件全链路自研的一个开端了 对于关心国内科技行业的同仁们来说 这还是挺振奋人心的 不过对于这一代的华为旗舰来说 我最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另起炉灶的HomonX系统 这个部分我们就另开一期视频专门和大家好好聊一下好了 包括这次新加入的红风影像 我们后面也会在影像横屏里给它对比评测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Mate 70 Pro Plus的性能分析全部内容了 测试不易 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关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